好 另外有一個是 過去的一段時間 台灣好像很多這種火災 對 不是說大到不得了 可是都引起大家的注意 3月6號 女房東燉雜物 台中火災六人死亡 3月9號 高雄鐵工廠宿舍失火 3月10號 高雄沙發工廠 暗夜助容 然後3月10號 永光化學觀音場 山場發生大火 然後桃園市美孚倉儲大火 你知道美孚是進什麼的嗎 美孚它是做肉的 肉 3月12號 嘉義市百年玉山鋁舍燒毀 3月14號 佳樂湖陽梅倉儲火警 還有雲林斗六市高爾夫球場 工廠火警 3月18號 北市社子島 聯動工廠大火狂燒 3月28號 大園工業區燃整場火警 原本其實大家有一點擔心 這個火警好像不單純 怎麼會多成這樣 我知道了 和內政部長徐國勇在一起吃飯 然後他說台灣 酒駕現在已經延到這種地步了 對 有一個 其中有一個人說 酒駕的判刑 竟然比叛國罪還重 你知道嗎 間諜罪判個一兩年 那酒駕有人主張要判死刑 要害死別人 對 可見大家對酒駕這個事情 已經是零容忍 對 那可是他說依然 昨天一天就抓了八百多個人 對 一天啊 全國 大家還是貪小平 很多人還是鋌而走險 對 那酒駕這個事情 今年會比較多嗎 會啊 我們去年年底有講 就是提醒說今年千萬不要喝酒 開車 因為今年是義馬年 就是黑虎年是義馬年 而且這一個義馬星超多的 所以我去年年底就有講 今年開車太疲勞不要開車 疲憊不開車 酒不要喝酒開車 就很容易造成年晚車 或是很大的事端 所以你看從 鄭大哥我們看從過年到現在 幾乎每天都有死亡車禍 對 然後尤其呢 我為什麼會提醒今年 千萬不要喝酒開車 就是因為今年 這一個黑虎年 很多人會很奇妙的 很奇怪的就是 不管 不管這個紀律 不管這個計法 他就是開心他就去喝酒 然後就開車 開車就造成事端 所以一定要避免 一定要避開 對 但是我現在覺得說 因為政府在那裡很嚴 所以我自己有一點是受害者 因為我都要下班後 有應酬 還要請問喝酒 喝酒後我們就要叫代價 你知道我代價等多久嗎 已經兩天了 等多久 等一小時 好 就是說我打電話代價 那個 那你要稍待一下 最快十五分鐘跟你聯絡 那如果這個都沒有聯絡 那你就再打 所以就這樣不夠 人不夠 整理太好 真的 有一個問說 你現在這樣代價 一塊錢賺多少 他說他很認真 他一塊錢賺這樣 是不是 代價一個月賺十萬塊 所以現在做代價會好 然後我跟你說 有一個朋友說 一小時算什麼 他等兩小時 那兩小時的意思是 他十點半 假定十點半那個應酬完 他等到十二點半才有代價 可是你能不等嗎 等 對啊 等 你不等很可能就犯法 就被抓了 就被抓嘛 對 公共危險罪嘛 對 重刑嘛 要關了 那可是你要等 要等兩小時 大家都回家 所以現在代價有一點太缺了 然後這個剛剛講火災 是 火災要不要注意 要 因為今年就是說 我剛剛有講空王月 就是三 就是未來的一個農曆的 三四五六 都還是要注意火災 一直到我剛剛講的五月份 可能是最最嚴重的 可能又有缺電的問題 又有發電廠的這個火災的事情 可能 各位朋友要很小心 用電跟用火 對 要是他 好 那 曉文老師 你說五月份 戰爭會得到緩解 你可以看到烏克蘭 不是 那是從那個星象 再加那個數字 跟康塔羅 這樣看到的 如果說我們以接下來的局勢來看 就是四月份 就是命運之輪 這個輪子 這張牌就是說 接下來不是 整個世界不是走大好 就是大壞 那以我來看就是說 你像會慢慢的 有比較好一點 為什麼 因為接下來 是會走這個 這張牌 正義牌 這就是五月 五月就是說 很像很多東西都會得到 就是平衡 對 然後就是過去這個 烏克蘭跟俄羅斯之間有沒有 他們像會 會慢慢達到一種妥協 因為兩邊都不要再拖了 所以這張牌 會是在五月的時候 會變比較好 然後六月 要特別小心 是調人牌 這張牌就是說 你要投資股票 基金 還有投資很多像標的物 一定要特別小心 可能會討勞 就是說那些人會討在那裡 因為學者 美國年準會 他慢慢會開始升息 對 而且這張牌 有看到就是說 它可能會發生 就是停滯性通膨 對 就是說我怎麼樣有沒有 我要把那個通膨壓制住 壓制不了 所以就會變成說 很像 大家開始會看到 有很多的狀況會發生 就是物料整個都上漲 所以這個是 要比較擔心的 那接下來 對 就是 在下個月 對 就是死神牌 對 就是 下個月是 對 剛剛講的是四五六七 就七月 七月份 國立的還農曆 國立的 國立七月份 國立七月份 這個代表疫情又開始又開始 電燃了 這樣嗎 對 對 比如說世界各地開始 應該是都開放了 然後就是開始我們要跟他去想要不要共存 對 不要去想 想說這是共存不好 比如說多多少少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也不是衛生部長還是什麼 我是想說講這個沒有資格 但是如果完好的想 就是如果沒有什麼太大的 那種會往生有沒有 對 其實 會變小流感 小小的流感 也還好 對 要不然我們一直這樣子 也不是辦法 對 這個我要補充一下 這個真的沒那麼簡單 我補充一下 好 你知道台灣七十五歲以上的長輩 打一劑疫苗的有多少 一劑疫苗 大概 會不會只有一點點的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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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十七成 打兩劑疫苗 七十五歲以上長輩 打兩劑疫苗的有多少 五到六吧 打七十三趴 也那麼高了 也很高 打七十三趴 好 那我問你 那就表示說有多少人沒有打 還有二三十趴 三十趴 二三十趴 二十幾趴 二十幾趴 那二十幾趴是多少人 七十五歲以上長輩 大概也要 幾萬人吧 幾十萬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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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囉 那幾十萬人都沒有打 你以為Omicron很輕 都會輕 因為他們沒有打 其實感染了以後 一樣是重症 一樣是死亡 因為他們就是沒有打 所以沒有抗體 再來他們的身體就比較衰弱 那他們會覺得說 為什麼這些長輩不打 你知道嗎 因為覺得說我都沒出力就好 可是真的沒有出去就不會 因為你的晚輩會出去 對 你的孫子會出去上課 對 會把病毒帶回家 帶回家 你的子女去上班 會把病毒帶回家 所以他們就很可能 為什麼香港啊 韓國那麼嚴重就是 死亡率跟重症率那麼高 就是因為很多人沒有打 都是老人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要問 你的爸爸媽媽 對 是這個原因就是說 長輩也要 我們晚輩要帶他出去 對 就我們如果有一天 要與病毒共存 我們就要達到那個條件 我們才有辦法與病毒共存 要不然老人會 會把醫院藏滿 因為他們必須要住院 他們要急救 那 需要醫院的平常人 就沒有機會 就脫垮 所以所謂的醫療量能 脫垮就是這個原因 不過很多老人 我知道他們說把那個 打那個疫苗 是把毒打進去 他們不要 對 我知道他們都這樣 可是 事實上不是這樣 我們爸爸九十七歲 他也打三劑 我們爸媽也打三劑 對 我的意思是說 要年輕人 比較有科學的概念 要跟他們說明 對 這樣再有就解封 對 要跟他講 所以說七月 我想你的秘書 我跟他說明 謝謝 八月份 這是節字牌 這張牌代表是說 很像世界上有沒有 大家很像 開始都慢慢恢復 對 因為我是覺得 經歷過七月 應該是慢慢開始 世界各地 那些什麼 戰亂 戰爭 爭端有沒有 很像會慢慢的 都和諧 疫情有沒有 七月我就過了 就會過了 對 那再來就是 這張牌 就是八九月的時候 就是惡魔牌 對 就是惡魔牌這張牌 代表是說 九月份 整個心象都不好 對 我比較擔心的 像剛剛那個 廖老師說是 比較五月份 像我是覺得 九月 因為九月份 心象來看的話 是水星又對沖木星 對 然後太陽又沖 海王星 金星又對沖海王星 對 這個會發生 就是說火災水災地震 還有海上型的地震 也比較多一點 但是很多觀眾朋友都會說 大家也在地震 我們預測地震很像也 準確度也不高 因為都在震 每一年到晚都在失火 對 但是我們說的是比較 比例 比例的是比較大一點的 會集中在這個 這個九月份 那九月也要開始要小心 就是因為水星開始逆行 所以我是覺得 國外的局勢有沒有 對 尤其俄羅斯突然之間 可能又會再有一些其他想法 他可能會想說 那烏克蘭事情假設解決 我很想再去搞搞歐洲 其他的小國 對 對 我覺得他很像 有面子的問題 普甸已經下台了 沒有錯了 對 所以世界局勢就這麼變幻莫測 對 事實上他有一點想打莫多瓦 因為莫多瓦沒有加入北約 如果你加入北約的他敢打 那等同對整個北約宣戰 對 曉鳳老師 我請往前問你 你到底你平常預測的準不準 我預測的其實還滿準的 因為我們都有那個網站 對 都有那個 台灣神童嘛對不對 對 但是我不怕 那台積電會漲到幾塊 台積電 台積電我是覺得說 他就維持這個狀態了 因為接下來 不會掉也不會掉 對 就是 蓋起來又掉下來 蓋起來又掉下來 這個震盪 因為好伸頭 對 沒有 不是 又起又落地 又起又落地 所以我再說廢話 就是五百八到六百九 之間這樣子嗎 沒有沒有 就是六百二這樣子 就這樣而已啦 就是你說要很大 再拉上去有沒有 對 在我來看就是說 這個已經過了那個 那個時機了 因為我是覺得他現在在高 高點震盪了 對 然後很多人都會 像聊天他們都很怕說 被人家在留言板罵 我就不怕 好 你都來罵我沒關係 對 因為我們做這個預測有沒有 對 我們總是要不要說 台積電已經到高點了 我覺得 如果要再更上去有沒有 對 接下來就是要看說 他還有什麼樣的話題 還有就是現在兩岸的局勢有沒有 對 也會有牽扯 我是覺得 好像差不多這樣 老師跟你說 股市不是漲就是跌 多久 我去驚出去 你只想留下 我去驚出去